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 多年前某大学有一位年老的德文教授 他的生活为全校学生所钦佩 有几个好奇的学生很想探究 这个教授之所以能够这样 到底有什么生活秘诀呢 其中有一个学生就隐藏在教授的书室里 看他每天晚上在那儿做什么 教授走进书房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样子好像很累 但是他坐下来 打开圣经 虔诚地读了一个钟头 然后低头莫道 最后把圣经合起来 他说 主耶稣 我们又是一次欢聚 是的 与主欢聚 是属灵生活当中的最高点 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不惜任何代价 寻求与主 又是一次欢聚 祷告和读经 能使我们感觉到 基督的实在 越在密室里 追求主的同在的 就越觉得 主的实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